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们得抓紧时间 你负责买炸药的事 我负责 去吸引那几个人的注意力 好 你说说看 怎么个吸引法 我们得找一个 替罪羊 他先不用打 我要能 Yokun 真rab 我说去哪里 我不闹口 没事吧 哥们 我在前面走 你从后面过来 我看不见你啊 你怎么给我撞迷糊了 我这花瓶 你们可谈着大事了 知道不 这可是康熙你早年的官邀 知道不 我在前面走 这花瓶时间都少有的 都想想咋办吧 不是 不是 怎么回事啊这是 熊哥 把我给撞了 花瓶也打了 挺巧 是啊 挺巧啊 这坦克镇这个地方 这是屁大地方 低头不见抬头见 这不奇怪 老张 你认识这小子啊 对 刚才客厂见过 不是咱说道说道啊 这是我兄弟啊 你们给他给撞了 这花瓶也碎了 这也伤得也不轻 那咋得有个说法 等会儿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的人 撞了你兄弟了 他在前面走 他从后面撞上来的 你们都给我撞 撞迷糊了 知道不 这花瓶都碎了 你们看见呗 是 你怎么说话呢 他都迷糊了 他在前面 他在后面 谁撞谁啊 我还能冤枉你 他 他呗 行了 你倒计想怎么着 是派出所 要不私了 那当然得上派出所啊 这么大的事 还是康熙爷早年的官邀 我们可不敢私了 看在我认识你的份上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 海尔所来了也都听我的 我上面有人 您上面有什么人啊 北京公安部 部长夫部长全网把用力 听见没 上面有人啊 行 那你跟我们说说 这公安部的部长副部长 都有谁啊 让我们也长长见识呗 不是 你让我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啊 那是国家机密 可不能乱说 行行行 你笑着吗 我 我 惹不起你 这 我们私了 好不好 你想让我们赔多少钱 给什么钱啊 这个 三百 多少钱 三百 我去 你去哪 你去 你这不是成心讹人吗你 五百 不是 老公公子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不爱听了啊 我刚才没好意思揭穿你 你说你这个词瓶是康熙年间的官养 是不是 那可上面画的是 《红楼梦》里边的黛玉藏花 这个怎么解释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是这样啊 《红楼梦》这本书呢 是乾隆年间才写出来的 你明白吗 你刀刀完没 我跟你这么说啊 康熙呢是乾隆的爷爷爷 如果你说这个瓶子是康熙年间工匠制造的 那他怎么能知道几十年以后的人要写什么小说 这个书里边是什么故事呢 对啊 对啊 来来来解释一下 行了行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磨蹈了 都给我整迷糊了 那个画饼的事不提了 不提了 受受伤了 弄点医药费吧 我看看他伤哪啊 我这都 行了 站不起来了 行了行了行了 这些钱够他瞧病和买药的呢 我们是初来乍到小生意人惹不起你们 还望熊大哥今后多多关照 行 那个这个钱我先花着啊 不给我再说 走 赶紧站起来滚蛋 今天就便宜你们了知道不 帮我拿了 这些钱够了 事儿吧你真给了钱 我也是 我有什么事儿 你看了点混混过来闹事儿 组长是不赖我 行了是不赖 你走走走 我这就是一会儿 老板 你这儿有塔河的地图吗 地图 没有 那你知道哪有卖的吗 这个没听说过 塔河站就这几条街 当地人熟门熟路的 一又没了地图啊是不是 您要是去哪儿啊 我帮你直路 我就想知道晋山的小路 最好是直接能够通道铁道的 这天气晋山打猎 不打猎 我不是收皮货的吗 想找当地的猎户啊 收点好皮子 那您就去找当地的老猎户 他们对这个山特别熟悉 谢谢啊 不客气 对了 住在三号房的那位小姐 是姓林吧 是啊 叫林林 她住近多长时间了 又老一阵子了 最少有十 十天左右吧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谢谢 这是大西洋林火车站 这个是塔河镇 这儿除了这个塔河镇以外 别的地方都是山脉和树林 现在因为我们找不到地图 所以搞不清楚附近的情况 049想找个地方落脚 来张罗人马 只能选择塔河镇 如果这个049真像咱预测的 炸铁道 攻击专业的话 那我估计它现在已经准备好炸药了 正在寻找爆炸点的 铁路沿线每隔一段都有杠烧 想不炸药才没那么容易 这大西洋林一带 跟平原还是有差别的 这里山多树林多 敌人容易隐藏 还有啊 这个铁路很长 我估算了一下 沿途也就四个杠烧 所以啊 盲点非常多 阳长 你对爆破是比较了解的 你分析一下 敌人最有可能在哪儿安防炸药 要想破坏铁路炸火车的话 除了在车站布置炸药之外 最好的地点就是桥梁 隧道 环洞 因为这几个地方可以借助地形的优势 把炸药的破坏力发挥到最大 可问题是这个049要选择哪个点 咱还没法猜啊 这里群山峻林 绵延不绝 就算把塔合镇所有的民众都发动起来 也没办法彻底排查 是啊 盲盲地寻找报答点确实是不现实的 我们从北京追到这里 我们的目标是049 所以到了这儿目标不能变 还是049 我倒想起个人 他应该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情况 我就以为是啥大人物呢 闹了半天自己个闹嘱 这林小姐她怎么能看着这种人 哥 你看她今天点点好的吃 这没肉啊 我说啥你说啥呢 你你你你以前就知道吃吃吃吃的 你自己咋回事你不知道啊 你 你就这水平啊 我不满足还咋表 你 多多点啊 不老子行啊 你记着那天 他们这帮人第一次来旅馆 拎着好几个大批箱 我记着呢 真亮着呢 你看啊 你看啊 他们几个人 是来讨讨个买上等的批货 那就得得足够的现金 那几个大批箱里头 肯定是大拔大拔的钞票 大哥 来打火了 咱啥时候去猜猜点啊 这可择饰不如壮士 就今晚上 那大哥 我回头再叫几个弟兄们 他没有五个人呢 这五个人能怎么的呀 一没伸手二没胆子呀 那我让你还怕他呀 你也甭去了 我自己去 我把事办完了 大哥 来 来 勇哥 生意不错呀 托您的福 那几个皮活烧呢 正在那儿吃饭呢 今天有事情就到什么都没看见 今天有事情就到什么都没看见 我懂 我懂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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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我 别噎 好吃啊 别噎 什么 还真是 说不算 还真是 那真是 小心 俄 噗 在 起来 就 什么 秦 上 脱 只 还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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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什么人啊 你觉得呢 黑道白道啊 你说呢 黑道 大哥 东东是我有眼不知泰山 这是我第一回干 我 我错了 可从来没人敢翻我们的东西呢 小子 你说怎么办 那 就是 这白菜我拿你们钱呀 那个 我给 我给你们 还有十 十块钱 我兄弟二螺子给拿去了 一会儿给要过来 保证一分钱不少 全给你们 让人 让我走吧 你不是说你上面的人吗 都是我瞎掰的 胡说八道的 钱给了你 我们就没想再拿回来 但是你得替我们办两件事 行 什么 第一件 帮我们打听一个人 这个人 从北京到的哈尔滨 又从哈尔滨到的塔河 就这两天到了 第二件 给我们找一张 从塔河进山的地图 要表明 所有 能接近大兴岸隧道的山路 你能做到吗 能做到 如果你要敢把这两件事 说出去 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我发誓 就是借我一百个等 我也不把这些秘密 给说出去 天一亮 我就去办 我 可以走了吗 啥意思 还想住这儿啊 又说 又 又说 我走 不过再打黑枪的啊 那个 我看着呢啊 我可看着呢 我给你一块看看 看着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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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哥 你要的东西都插好了 你放心吧 我插上去 就是这样 走啦 兄哥 兄哥 你要的东西都插好了 确定吗 确定吗 确定 欣赏我门子饭泡 大哥啊 你交代我的事啊 我都给你办好了 我呀 把我所有的兄弟 我都给发出去查去了 这一天 从哈尔滨到塔河镇 来的人啊 除了你们几个以外 就咱两个人 还都住这个旅馆 一个是那个八号房的 吕克明 当然 他是不是在北京来的 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个 那个 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 不清楚 他姓什么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 那个八号房的叫 吕克明 他是哪天来的 就跟你们一天来的 他一个人来的 对 就一个人 邻着个大箱子 每天都上那个市场 就晃了一圈 听说是做生意的 好像来大兴安岭 收什么药材 这几天 就只有两个人 到了塔河镇 这塔河镇 一共就三家旅馆 坐 坐 坐 三家旅馆 我该查的我都查了 这一天就没来人了 这么说 从大兴安岭 到塔河镇里做马车吧 这个车吧 我打听一楼后 就打听个吕克明 那三号房那个林小姐 是什么时候来的 不是 闹了半天 你是对我们家林妹妹 打心思 谁让你站起来的 不是 这跟做了不做了 没关系 大哥 我跟你讲 我们家林妹妹 来都半个多月了 那是我的红颜之计 没信赖 你们家林妹妹 叫她还挺亲切的啊 她真的来半个月了 我说半个月就半个月 您也别问别的呀 这是您要的地图 准确吗 当然准确啊 这是我专门找 实案的老猎人给画的 大哥 你交代我的事我都完成了 咱们俩清了吧 俩清了 您可以走了 干什么呀 小子 出去嘴巴紧点啊 只要不对我林妹妹打心思 我嘴巴是嘎巴嘎巴紧的 那是 跟我调查得差不多 这三家客栈 前后跟咱们一块儿到的 只有李克敏一个人 说不让你来 你非得跟来 你跟来就是天冷 大冷天 买什么擦点油 就天冷才买擦点油啊 你看我这脸都冻出褶子来了 行行 要去你去啊 我不跟你去 老板 哪儿没擦点油呢 你这样 你出来这大门口啊 往左 走不多远 有个十字路口 再往右 然后 等一下老板 你这么说我也听不明白 要不麻烦你到门口 帮我指下路吧 行行行 行行 行行啊 谢谢 这天乱 你堵什么呀 好好好 不去都不去 我自己去呗 来来 送我来 谢谢老板 老板 这电话怎么还没修好啊 我都跟你说过 一时半会儿啊 修不好 真是耽误事啊 谢谢老板 你怎么还不买餐点油去 你还真不去啊 我说了要去你去 你说这女人太麻烦了 这人上了年纪就是没办法 自己去 我对不起老婆 怎么就半点儿了 怎么就半点儿了 抱歉啊 我不是故意的 好 没事了 要不要把箱子打开 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失 如果有的话我赔你 没事了 没事 你走吧 你走吧 真没事 真没事 对不起啊 怎么可能 那我们要把箱子打开 你快去啊 你快去呀 我给你做的 你做的 那就是你做的 您是有什么事啊 还是要报案 我不是来报案的 我是来查案的 查案 我要到你们档案室 查阅一些资料 对不起 对不起 不知道您是公安部的同志 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们的 来来来 您 来 谢谢啊 好好好 这是最后计算的 谢谢 就这么多吧 就这么多 按照您提供的资料 这个人是一九一年年出生 这一年出生的人员资料都在这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有可能是当年登记的时候 用的假证件 那就真不好查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就有麻烦了 谢谢 这小点的方法 我打把他 Η flavor给你市区 否认我 是我 许多小姐 送你这件礼物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送你点礼物 前两天挣点钱 就给你买了这参猪头 拿回去吧 不是 这可是红麻脑啊 你看这两个都是水胆麻脑 这老钱了 我不喜欢麻脑 是这样 还有 你别再做这些无聊的事了 也别再来纠缠我了 别再去 你快可不能这么说 有件事你得感谢我 什么事 有人向我打听 从哈尔滨到塔河镇来的人 我知道你是从哈尔滨来的 都没说 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样呢 告诉你 你知道那些都是什么人吗 他们全是黑道的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 别家伙事呢 你可别跟我别说 我不知道打听什么事 但是肯定没口事 绕了半天弯子 到底是哪几个人 究竟对面那几个人 他们跟你打听什么 想知道啊 你不觉得现在挺冷的吗 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地方 边吃边喝 如果再告诉你 你不 不想知道 算了 我走了 熊先生 这儿哪有好吃的呀 我知道了 跟我走 走 休闻 休闻 你看 来 熊哥 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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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呀 向我打听 从北京到哈尔滨 从哈尔滨 再到塔河上来的人 李小姐 你长得这么好看 一看就不是坏人 多可能跟他们 有什么瓜葛 我怕他们找你麻烦 我就没说 你从哈尔滨来的 你真的什么也没说 一个字我都没说 真的 熊大哥 你看 一个女人之身在外吧 总会受到一些人骚扰 你说他们要是真的找上门来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 我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说他们 要去骚扰你 那我心里就多难受 所以我就替你 大爷 就像那个科商老板 我特意交代他 一定要 必须不能 出卖你 熊哥 你这保护费上个月 不是赶紧交过吗 不是那些事 我现在跟你讲 从现在开始 不管是谁 问你三号房子住客的事 你就说不知道 不清楚 明白明白 要是我也说假的 知道知道 以后那就是你嫂子 真的假的呀 那我先 恭喜啦 恭喜熊哥 有点数啊 有数有数 那个保护费事实好说啊 你好 那我说 那我说其实我就想和你交个好朋友 那个 这个珠子 熊先生一番满意 我看来真的是没法拒绝了 有数 有数 来 轻点啊 我才太好看了 你这么把我打野户 那你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我当然有招 八二房的李克明 就是从豪尔滨 乃大哥镇子 我直接就给他弄出去呢 那他们会把他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那他们还问了些什么呀 小时了 走着 走着 他们想和我要一张 大型暗影的地图 他还特意还盯着我 一定要把沿线铁路旁的山道 都给划出来 标记出来 于是我呢 也找了一个老猎人 给他来划一个 他们可能是想上山打猎用吧 这双珠子带在你手上 可是真好看 真是看不够 这 你说好看 也好看吧 真好看 估计 他们已经猜到 我们是想炸铁路了 现在弄到金山的地图 想知道炸药埋在哪儿 有地图又怎么样 就凭他们五个人 铁路那么长 他们想找到炸药 谁知道他们怎么想 不过得谨慎点好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那只替罪羊 把他们引到似乎痛去 你这事出的是哪儿来的呀 熊大星宋呢 你倒是没闲着啊 一会儿跟这个公安 一会儿跟这个熊大星 你可别多信啊 我跟他们接触 是为了打探消息 刚才的那些消息 就是从熊大星嘴里掏出来的 我对你 可跟对他们不一样 这串桌子给你手叠的兄弟吧 这串桌子给你手叠的兄弟吧 应该能值几个钱 算是我给大家的辛苦钱 这么好的东西 卖了可惜了 我带着 就算是你送我的定情信 得心 你 他出去了 你就是想利用他 转移公安的视线 他刚一住在客栈那天 我就注意到他了 带了个皮箱 谁也不让靠近 警觉性很高 这种有秘密的人 再合适不过了 好 那我就先去看看他的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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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吗 看了 也不是个善类啊 你想怎么做 鼻毛换太子 你把电台带来 他们不是想要零四九吗 我们就给他个零四九 还是不特意 你们这塔合镇 到底有没有人修电话线啊 我说同学啊 你这瞅我发过也没用啊 你这 老板 他不是对你犯过 说话就这样 从小时候就这样 没礼貌 成天憋在客栈里边 除了吃就是睡 你不难受啊 没人逼你吃 你可以不吃 赶紧找上修啊 这大雪天 你这上哪儿 修卷去 我天天 人好像不是八号房房客 来到塔合之后啊 我这个证讯人员 简直就是一无是处嘛 别说电报了 连个电话都没有 要是能打个电话 这事就好办了 一通电话打回部里 周副局长肯定立马把 这个吕克明的资料 给查出来了 对了 组长 小点事 既然我们查不了他的资料 那咱们直接去搜他行李 不就好了吗 这个人暂时还先不能进度 组长 你觉得吕克明是零四九的可能性大吗 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 组长 我不太明白 现在能够确认的 是他那个箱子里 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你拿枪干什么 收起来 跟我去看看 把枪收起来 你们红 我俩过去看看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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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这是我何信 这是我的私事 林小姐 我建议你遇到这种事还是报警 而且这是重要证据 你还是千万别撕了它 张先生 你好像很明白的样子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批货商人 在外面走动多了 这种事总得动点 那你要不是公安的话 我就告诉你吧 这是我刚受到的恐吓信 我昨天晚上跟几个老朋友聚餐 我就多喝了几杯 回来的时候晕晕乎乎的 也不知怎么着 我就敲了八号的房门 里面的同志把门一打开 我还就闯了进去 他就迅速地把桌上的一个箱子 给合上了 还凶巴巴地跟我说 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如果我要是敢传出去的话 就要我的命 还说 让我不要再跟公安来往了 我哪认识什么公安呀 他还以为我知道了他的秘密 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刚才说 他 把桌子上那个箱子给合上了 那你 到底看见没看见 那箱子里也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 好像个机器模样的东西 我真的没注意看 那个有多大 这么大吧 应该跟他那箱子差不多吧 林小姐 你再想一想 那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按钮 还有天线 又或者是耳机 我昨天晚上喝的太多了 我昨天晚上喝的太多了 我真的没有仔细看 你们不会是怀疑 这封信是八号人写的 林小姐 我没法帮你判断这种事 我劝你最好还是去报警 还有啊 你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 把门要锁住 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找朋友陪着 林小姐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您也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谢谢 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请 组长 我觉得林小姐看到的东西 很有可能就是发暴机 别高兴你才走 组长 我们找零四九找了那么久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点眉目了 万一这个吕克明 他要真是零四九的话 他暴露了以后 会不会跑啊 不会跑 如果他真是零四九 他的目标是特殊专列 火车没有经过大线连之前 他哪儿都不会去 二楼你说 这几个皮膜伤 为什么要找那个李克敏啊 可他生意上的事儿吧 还有啥事儿呀 要不会会他们以前有过节 在寻仇呀 不不是 我告诉你啊 他们肯定是看上李克敏 那个大箱子的 那他那箱子里弄啥玩意儿 宝贝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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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